歡迎來到TVBS戰情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前子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是前立委沈富雄 前立委高嘉宇 立法委員柯志恩 立法委員葉元之 前立委李勝峰 好 稍等一下 前立委陳婉會民眾黨籍的 等一下也會加入我們的節目現場 先來關心 在中東可能要出大事了 現在看起來升溫了 源起於哈尼亞 他是哈馬斯的政治領袖 因為在伊朗遭到暗殺身亡 伊朗覺得做不民主 所以現在在調查 不過他的死因 大家覺得很離奇 到底怎麼回事 會在伊朗被暗殺 一開始說是導彈 直接把他給炸死 現在有新的一個說法出來了 根據伊朗的革命衛隊說 他是被短程的炮彈給炸死 不過不管怎麼樣 對伊朗來說 的的確確不可思議 人家遠到來你這邊做 可而且他現在的身分敏感 哈馬斯跟以色列 現在有一些爭端 你怎麼會 沒有做好保護的責任 情報做得也太差了 我們看到伊朗 也威脅美國說 如果你要幫以色列防禦 因為現在伊朗 不是揚言要復仇嗎 說他要轟炸 我會轟炸你在中東的軍事基地 你不要擋路 這是我跟以色列的事 你美國不要插手 有這樣子的一個警告的意味 我們看到美國急急的調 林肯號航母戰鬥群赴中東 看起來很難收拾了 看報導 哈馬斯政政領袖哈尼亞 遇刺身亡後 伊朗為他舉辦盛大葬禮 林車旁擠滿大批致哀的民眾 哈尼亞還倖存的兒子 也現身當地府官道別 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 則是親自在祈禱會上安慰家屬 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 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 在祈禱上安慰家屬 伊朗誓言要幫小老弟報血海深仇 因為哈尼亞疑似遭安裝在飯店中 長達兩個多月的炸彈遙控引爆 但掌控這間飯店的伊朗革命衛隊 確實渾然不絕 以色列等於接連重創伊朗重要代理人 7月31號炸死哈馬斯政治領袖哈尼亞 7月30號擊斃真主黨最高指揮官 最新又公布早在7月13號 就擊斃有九命怪貓之稱的 哈馬斯軍事領袖大夫 同樣嗆聲要所有參與去年入侵的人 都付出代價 這也代表後續的談判 恐怕直接破局 這是來真的嗎 我們看到美國的情報曝光的 說是他們收到封 5號那一天伊朗會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的空襲 那現在耶路撒冷人人自圍 我們看到他們已經在發空襲指引了 如果導彈來如果炸彈來你要怎麼躲 你要怎麼逃90秒之內躲防空洞 以色列其實軍民都訓練得很好 因為一般來說 他們其實都一直有危機意識 那我們看到伊朗的反擊時間曝光 美國的司令也到中東要超前部署約旦 因為約旦這個國家 他至關重要地理位置很敏感很重要 在以色列邊邊 像4月1號的時候 其實伊朗有對以色列發動一波攻擊 那個時候約旦他就協助攔截無人機什麼的 所以他其實某種程度也是在以色列的旁邊 接受美國的某種指揮調度合作 一起來攔截這些導彈 我們再來看看美國有一個披薩指數 說是五角大廈看到很多人在叫外賣 叫披薩 表示大家都在加班 加班 加班 有大事 這是一個sign 這是一個徵兆 大佬一直看著我 可能是不同意還是怎樣 不是 很有趣 很有趣 對 我們看到中東占鼓雷 占鼓催 聲聲催 美國已經要求住在黎巴嫩的公民 你趕緊的 火速的 趕快撤離 航母 我們剛剛講航空母艦打擊群 已經在待命了 而另外你看到英國 美國都呼籲我們公民 趕快有機票 快走 我不曉得台灣政府現在的立場 有沒有發任何的警告 等一下請大家一起討論 拜登 他還是美國總統 儘管他已經宣布棄選了 可是他說伊朗 希望你可以為警張這樣問 可是前景不明 他也沒把握 來 大佬 我剛才為什麼要笑 你知道嗎 因為滿有趣的 因為這國防大廈 美國的五角大廈 有這個Pizza指數 我們台灣 我個人的經驗 也有一種指數 我們颱風要來 我們台北的氣象局 就會外叫 我去喝豆漿的早餐店的豆漿加尖叫 真的喔 他平時不叫的 但是颱風警報 他們增加人馬 就開始叫這一家 你怎麼知道 因為他們告訴 他們還要送 他們還要外送 送這些東西 來到氣象局 在總統府附近 很遠的 所以這個一樣的 就是沒有緊急任務 不需要外叫 豆漿指數 但是你剛才開場白裡頭 有講以色列跟哈馬斯有一點爭端 你怎麼講得那麼輕鬆 這個不是有一點點爭端而已 我覺得這個是基於種族 基於宗教 冤冤相報 沒完沒了的事情 那我問過很多人 說你認為這一回這個殺人 然後一郎要復仇 這個只是長遠這個冤冤相報 沒完沒了裡面的一個環節 還是這個是在這個大背景之下 的另外一波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惡性循環 這個其實答案 我的答案是兩個都有 但是呢 伊朗非搞個像樣的復仇行動 不行 因為面子掛不住 對自己也要交代 對哈馬斯要交代 對所有人都要交代 所以他不動則以 他的復仇一定要很像樣 但是會演變成一個世界大戰 或者一個使用核子武器的戰爭 我認為不會 但是因為美國也有備而來 所以他大概 伊朗會打個非常暢快 就夠面子 而且說我已經盡了我的本分 替你報仇了 這個我想這樣的戲會演完 當然 所以說金價上升 股市什麼恐慌指數 往上升 這個就是炒作 厲害的人就趁這個機會 反作 然後可以賺一波 因為我覺得世界大戰 不會由這樣的現象引發 所以你覺得是小打小到 譬如說空襲 空襲到他爽之後 然後就結束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先說一個輕鬆 如果要說指數的話 如果說景氣都非常不好的話 有一個被認證的指標 那就是口紅的買氣 會非常的旺盛 因為其他都買不起 就只能買口紅 這是已經得到經濟學人 得到認證的 不過剛剛特別提到 這的確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因為伊朗一向是中東 會不會研發到 到哪個程度裡面最大的一個關鍵 而且這一次 哈馬斯的政治主席 竟然在他們德黑蘭 國家管理的這樣的旅館 被這樣的刺殺 而且它裡面是牽涉到裡面 幾乎是他們的情報 已經被破網 因為以色列幾乎是已經買通了 他們裡面上上下下 好像看你諜報影片來說 這對於伊朗 這麼樣被稱為 中東的老大哥來說的話 大家都已經講過 是顏面無光了 但是他勢必會做出一些的事情 所以不只說英跟美 還有包括德 還有一些歐洲的國家 其實在電視上 都大力的放送 就希望說他們的這個居民 能夠利用現在民航機 還可以買到票的時候 能夠趕快出來 因為到最後 如果真的是一發不可收拾 如果要動用軍機來載人的話 那是真的是沒有辦法 不過這整件事情 目前比較關鍵的地方 就是在於 如果這個爭端 不斷的擴大的話 會讓以色列跟其他阿拉伯 中國國家的這段關係 會被破壞 這對拜登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 外交上的一個很大的挫敗 雖然現在大英 把目標放在這個身上 但是你不要忘記 拜登過去在他們對於 這個所謂的 哈馬斯跟伊阿的 這個戰爭當中 他是站在一個 非常折衝的一個角色 而且這個 目前來說的話 美國的總統 這個辯論賽 即使要出來了 這樣的一個問題 一定會困擾到民主黨 因為這個川普 已經特別講過了 因為美國人已經非常的厭倦 他們花了非常多的一個經費 在不管是 不管是這個 俄烏戰爭 或者是以哈戰爭當中 所以他們會變成是一個很詛咒 那以賀錦麗來說 他目前的聲勢慢慢起來 他8月17號 要面臨這個 所謂的民主黨的提名 還有包括他9月10號 要跟川普來做這樣的辯論 對於這樣的一件事情 美國到底他的這個 航母的戰鬥群 到底是不是要能夠 嚴守這個部分 其實美國的群眾 不見得那麼樣的買單 所以我覺得這個目前的關鍵點 不幸是有牽動到伊朗 跟這個所謂的以色列 未來的話 如何在復仇當中 對於收召 居民還有阿拉伯國家 他們到時候要如何選邊站 最重要是美國的角色 美國政策對國際的角色當中 他對於這一場當中 他是否要停止 或是還是要繼續軍援以色列 這對於美國民眾的選票來說 這才是兩黨在辯論當中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重點 好 順豐委員 這樣子 這個究竟這一場衝突 是七七四變引發成為前面的抗戰 或者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戰 斐迪蘭被暗殺 那只是塞內佛跟這個奧地利的衝突 或者這個衝突 會擴張成為世界大戰 平常先講 國際政治的是從來不會一減一等於零 或是一加一 就只有二 這個的變化我覺得來看 那麼伊朗在整個的中東 是以色列最需要拔除的一個強權 那麼也是美國最想壓制的一個強權 那麼這幾年來我們想一想 伊朗的這個革命衛隊的領袖 被川普暗殺掉 然後這個伊朗的大使館在西里亞被幹掉 然後他扶持的政治黨的領袖 也被幹掉 然後人家到他那裡去做客 也被幹掉 就這麼簡單 那就看伊朗 繼續裝孫 或者繼續要怎麼樣 平常講我們能發言的非常的有限 不過只是在這裡 我想提供另外一個觀察點 給各位做參考 也滿有意思 就是伊朗發生的事情 我們看到的是美國調動軍隊到中東 整個的世界是人心惶惶 因為不知道下一步會什麼 可是中國大陸又很有意思 把這一些的小衝突 巴勒斯坦裡面的各黨派 簽署了北京先年 然後把大衝突 把阿拉伯跟伊朗 把普斯人跟阿拉伯人 把斯尼派跟這個什葉派 然後也請到了北京簽下了和約 也是說同樣的面對著中東 一個是把金劍給他找過來 然後大家人心惶惶 一個是把人也找過來 簽下了和平協議 讓世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所以在這裡想一想 究竟台灣要依附的 台灣要選擇的 台灣要看的 是一個什麼的角度 也值得在這個事件上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所以這個背後還是美中在較勁 我不敢說美中是較勁 但是這個勁 絕對是存在的 好 我們進一下廣告 好 有一部戲劇叫做 《零日攻擊 Zero Day》即將上映 據說是2025年 他的資金來源現在變成討論的焦點 因為有我們的文策院 旗下的黑潮計畫補助7000多萬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 包括國發基金 也投入了4000多萬 加加起來政府的資金 大概有1.2億 就有人說這是什麼 了不得的一個巨 我們怎麼出這麼多錢 原來講的是 如果解放軍 要來攻打台灣前夕的7天 台灣可能面對的方方面面 各種狀況 他模擬就是一個戲劇化的呈現 空軍前副司令張炎廷就說 亂七八糟 亂演一通 我們來看看 S軌動C反潛直升機 停在康定級巡防艦 台劇林日攻擊演繹台海戰爭 一觸即發17分鐘的前導片 外媒也很關注 像是美國之音彭博社點出 這出具刻畫戰前亂象 警醒台灣人 就連韓國主流媒體都報導 那個前導 某一部分是打開了每個人 心中的那個潘朵拉的盒子 就是在大家每一個台灣的心中 可能都有一部臨日攻擊 的確是敏感議題 讓網上討論度報表 甚至在電語院看 就可以看前導片 最重要的是我們跑不了 我們沒地方跑 大家應該要真正的去 正視這些問題 心中五味著成 用大陸攻台前七天來鋪陳 畢竟正片還沒有上 已掀起關鍵字熱搜 現在好多人都在討論這部戲 描繪的是末日景象嗎 或者是台灣有可能 變成一片火海前的 這樣的景象嗎 那也有這個反對黨說 這是民進黨在販賣芒果乾 那是誰得利呢 我們看到我們的民房 如果真真切切要打一場仗 民房也要加入 我們每年僅受訓八個小時 如果說真的要開戰 你要告訴我們怎麼戰 怎麼訓練 其實不夠 我剛剛講到 臨日攻擊的 1.3億納稅錢補助 是文策院加上國發基金 王鴻威講的全民買單 可是剛剛委員還提到一點 我們的國軍的機艦 飛機 坦克 船艦有支援 那有沒有算進去 所以可能不只1.3億 花的錢很多 就是國家花的錢非常多 現在大家就在討論說 需要這樣嗎 包括我剛剛說到的 民房訓練費 每個人才120塊 你是不是應該把更多的錢 補在其他的地方 那外島更是吃緊 離島可能是要 應應共軍來犯的第一線 可是他錢最少 那他錢最少 就已經有地方人士在哀嚎 說你要不要補助我們多一點 大家來看看 每一天阿貢都來 每天來 我們看到中共的 36戰機12貢艦 四面環台 你紅線已經滿滿都是紅框 滿滿都是紅框 每天國防部都會告訴我們 這件事 要大家危機意識要有 我們看到台灣的軍隊 人力設備短缺 華盛頓郵報就說 你拖慢強化戰備的進展 那我們去看電影就好了 實際上的操作 好像很不足 青年加入的意願滴 隊員平均55歲 已經是中高年級了 說的是民房 所以到底應該怎麼做 我們要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沒有錯 民房要好 國防要好 可是我們是不是有點 搞錯重點了 委員 對 我覺得把那個 零日攻擊這個片跟民房兩個擺來一起討論 我覺得蠻好的 為什麼 第一個 零日攻擊 那個其實是花我們自己的錢 對我們自己洗腦 那是對內的認知作戰 民房是萬一兩岸真的有衝突 或是台灣有什麼國安問題的話 我們自己怎麼樣去幫助自己人 所以哪一個比較重要 我覺得當然是民房比較重要 那那個零日攻擊 他拍攝的手法 他是蠻像 很像那種好像真實的事件 然後他找的顧問是很不一樣 所以他拍出來的內容 都是在跟沈柏洋所講的第五重隊 幾乎是一模一樣 我們看那個前導片 他就是講說 中共如果也要打台灣的話 前幾天台灣的一些網紅 宗教團體 黑道 或一堆中共的在地協作者 全部都會跳出來 公廟 八加九 八加九都會跳出來 跟我們國人說投降吧 什麼跟對岸投降才是最好的 這可跟沈柏洋講的一模一樣 但是沈柏洋 對 但是沈柏洋 他會不會是編劇 但是他會有改口 其實沈柏洋在前幾個禮拜 丟出那個第五重隊這樣的一個說法以後 被在網路的風向被罵得很慘 馬上改口 他說也沒有啦 我只是提出來之後 他有修正 但是他修正前的那種說法 被拍成這個臨日攻擊 然後臨日攻擊的錢 大部分又是來自於納稅的錢 就是剛剛講的 總共光是黑潮計畫 跟國發基金就一億多 還有一筆 到現在大家不知道多少錢 因為不能講的 是中華電信的錢 因為中華電信有補助這部分 然後王鴻威 有去跟中華電信要資料說 你到底補助多少 中華電信說這是密件不能提供 那我就很好奇 他怎麼是機密不能提供 所以我就非常好奇 這筆錢是大到多少 你不能夠提供 所以真的就花我們錢 洗我們腦 那民房的部分是這樣 其實就看各個縣市政府 因為有的縣市政府比較有錢 他可能就 他的什麼邪情費就可以編 有的縣市政府比較窮 那可能就是一個基本費用 那這感覺就是中央就不管了 反正就丟給各縣市政府 你們自己民房 到底能不能發揮作用 就看你們各自 那請問一下這個民房這樣做下去 難道只是有 為了做而做嗎 到底有沒有希望說 真的在暫時發揮作用 我覺得這也是應該要檢討的 我猜一個很簡單的話 因為這一筆費用有鬼 有鬼 這個鬼請兩位立法委員查一下 這個鬼在哪裡 因為金方的資源 現在看起來是無償 OK 可是 就是做帳的時候 有沒有做 租出這個費用 你懂我意思了吧 上面上有沒有 做帳 有沒有做帳 那這個費用假如做帳 說出動一部坦克車 要給金方多少 算上金方是沒收的 那這一筆帳流到哪裡去 趁這個時候 絕對是有故事的 我可以跟你講 這一筆錢就是標準的 用國家的公庫 這一個主題 再轉到了口袋 所以可能一部坦克多少錢 一架飛機多少錢 可能他們有付 可是誰拿了 不是 他帳面上有沒有 帳面下面可能誰付 那國安部可能沒有收 OK 那個帳跑哪裡去 這個才是鬼中鬼 是個內行的 來 佳瑜 其實我們常常拿韓劇 來跟台劇做比較 當然韓劇的製作費 一級動輒可能5000萬到1億 最近大家在看這個 魷魚遊戲2 整個製作費是1000億的韓元 大概將近30幾億的台幣 所以相較之下 這個零日攻擊 如果說他這個把戰爭的 場面做得這麼盛大 甚至可以賣到全世界 那當然這個也是我們所期待的 不要只是用政治面來看 那更何況這個零日攻擊 後面的隱含的意義 大家也知道說 只聽過D-Day Z-Day 那什麼是ZERO Attack 他講的就是說 電腦程式裡面有一些漏洞 這個漏洞 你是零時差 根本來不及去修補 他就馬上就發生 所以他藉由這個預知的故事 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場面 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戰爭會發生 那在發生之前 可能會出現什麼狀況 例如裡面有提到說 網紅告訴大家說 不要打仗 趕快投降 或者是電視台主播告訴大家說 現在總統已經宣布投降了 等等的認知作戰 甚至你也可以發現說 裡面有很多黑道 變成第五重隊的場面 還有剛剛所講的坦克 飛機等等 所以這些畫面非常的盛大 可能是過去台劇所沒有的規模 藉由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我想全世界也都在關注 剛剛講俄烏戰爭 或是以哈戰爭 台海之間的事情 確實也是世界關注的焦點 所以這部戲如果拍得好 我覺得也有機會說 讓世界去了解說 戰爭的可怕跟可能發生的事情 也提醒台灣人隨時要注意 晚輝 我剛剛聽家瑜講 趕快上去看一下 這個當然我今天之前 就有看過這一部片 大家知道這個頻道 就叫做臨日攻擊 它才短短上來 它才PO上7月18號放的 已經頭不止 現在已經快要150萬 它上面只放了四部影片 大家都知道 全部都是前導片 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 今天引起這麼大的一個注意 當然就是說 大家有非常有討論 我在這個片裡面 我非常有印象的螢幕 就是柯一正所演的總統 他對著全民來做一個談話 裡面最重要的橋段 就是說五月份 我們透過民主選出來的新總統 這個完全橋段 跟我們現在的狀況是非常像的 那裡面講說 我們現在用民主選出來的新總統 所以如果遇到像這個 現在這樣的攻擊 因為他是把持續道道 往前七天來做相關可能 就是對岸如果攻擊我們的話 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全部把它講一清二楚 他希望大家最後唯一的選擇 就是要團結 看到這邊我覺得 他怎麼可能會沒有認知作戰 所以剛剛提到 就原資有提到 我是覺得即將來到的第二會期 現在多少大家都在修會 準備 這個就是要大家去盯景的地方 這麼大的一部片 雖然 對 如果一部片要拍得好 用這麼多的這樣子的 感覺很像實景 確實要花很多錢 但是他的背後目的 到底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文化部 在給我們一般的文化團體 補助拍電影的錢 是可憐到不行 我以前有拍電影的同學 每次我們都要到執阻他 因為他每次要去跟文化部要錢 都是很難要到錢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疑似同仁來說 這部片 看起來就不是疑似同仁 他到底有什麼目的 大老有看過這個前導片嗎 沒有 我沒有資格看 為什麼 沒有人請我 我不曉得 沒有 我想這樣咬 上網就有了 我就可以看到了 我就可以看到了 我也不會去看 我也不會去看 我不會上當 你不會去看 對 因為我不會上當 你曉得這個片子 我是從心裡頭很厭惡的 你看給錢的單位非常博 政府給錢 所以這個已經超越 桌榮泰的層次 一定是超過桌榮泰 而是賴清德本人點頭的 一定是這樣 那我覺得他的可惡在哪裡 就是說王宏會講說 這個是在販賣芒果乾 這有一點點有那個味道 但是不止 不止 因為我覺得 他是在製造一種氛圍 就是說老公一定來 老公來一定大家你們在配合 所以這製造成一種 就是說人人就要自圍 然後合理化民進黨的抗中保台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不對的 為什麼這個把整個國家的資源 人力物力 在未來的幾年導向一個錯誤的方向 我個人的看法 老公不會打台灣的 你知道嗎 我不是要故意鬆懈大家的神經 讓老公一來 一下子就不攻而破 不是這樣 老公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我二十五年內除非我奔到 可以上老美的當 我不會掉入這個陷阱 我中華民主的靖國大業 復興大業 遠比哪下台灣重要 如果這個你相信這個 我也沒有把握說這是對的 他們有人講是說 一天到晚演戲 演戲 忽然一生命下 大家轉方向 就把台灣幹掉 以後這個可能嗎 我認為是不可能 這種戲不是這種演法 但是你現在這種 這個臨時攻擊的這種戲碼 會把我們國家未來的走向 國家的資源導向一個 就是說一定要幹 一定要打 非打不可 我覺得這是一種鷹派的心理作戰 我可以呼應一句話 事實上這部片子 將來就是不斷 這不會是第一部 將來還有其他的方式來做戰 來做鋪陳 鋪陳到最後的結果 誰反對我備戰 誰反對我今天民進黨 抗中保台的主旋律 誰就是第五重隊 他把第五重隊這個概念 透過一種文化 政治社會化的方式 在台灣來伸傳 毀敵就在你身邊 然後出手 當然就有合理化了 而且就是分裂台灣 這才是一個重點 不然你剛剛看到 背後的一個製作群 我贊同剛剛大佬所提到的 他就是用他自己的意識形態 注入一個部分 電影本來就是一個自由藝術 我覺得這完全無可厚非 可是他如果能夠像韓劇一樣 透過一個很精美的 然後透過一個不同的一個包裝 讓全世界看到韓劇 我覺得我很佩服 可是這個不是 你是用我們自己國家的錢 而且你不要忘記了 他背後的製作人 曾經拍過小鷹的紀錄片 而且林景長文總的以前的會長 他在六月才成立這個公司 馬正就拿到這筆資金 這背後到底是如何 而且做出剛剛原資所提到的 他裡面的內容裡面 有太多的影射 裡面的內容裡面有太多 就是過去民進黨 在這個民間當中所宣傳的 一些認知作戰的一個劇本 你把它透過這樣子文化部的 這樣子或者這個文策院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資金的注入 再加上國防部 不管是空地還有海 全部的三軍這樣的一個配合 這樣的部分裡面 你確實可以給大家一個 可能永遠就是民進黨的 一個這樣的政治的意思 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說的話 真的下會期當中 教育文化委員會 勢必對於這樣的一個經費來源 還有他所產生的績效 勢必以立委的角色裡面 一定要好好的監督 好 我們進下廣告 謝謝大家